我有一個購物叫登康 凡是我的老朋友賭錢 我賣的肯定是開小的 若若若若要買股票 你很快就走了 我唯一可以存錢的就是磚頭 英國當然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地方 是一個首孫來的 前年已經看中了一個樓盤 在六本木 TOKING一包180萬港幣 對正六本木車站 地點好到沒得再好 我太太就說 賣來做甚麼 你每次去住酒店 那單位又是那些市場 你也知道是日本的工作室 但那個優惠好像挺高的 當時看到一段新聞 因為有一位朋友好像 有一位朋友在網上那些 網上那些 就是訂購酒店那些地方 找一些便宜的酒店 找到自己的單位 怕別人租了出去 不知道租了給甚麼人 我太太反對了 但當然現在日本的地產 也要升了 就是這樣 那時波子還對4點幾 4點幾而已 波子還對 那時有這麼多錢 買一塊東西 都是投資的 都是投資 留給兒子 沒有甚麼留給兒子 留給兒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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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